全都是擁有重量級的地位 為什麼我這麼介紹呢 因為主持人小乖呢 我以前是志玲姐姐的學妹 我是來自於凱臥 以前凱臥所有專業的模特 心裡的志願 就是能夠啊 三強中 天人哥 這個地位啊 還特別請到他來站台寫真書 我只能說 這是群群的榮耀 也是屬於你們的榮耀 因為天人老師呢 真的在攝影圈跟時尚圈的地位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所有的大明星 還有所有的名模 都是希望可以將最好的一面 透過天人老師來呈現 所以呢 我覺得這是群群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位貴人 來 請請我讓我去Q了 3 2 1 好 現在回到中間 我覺得他非常地單純 很單純 我有點質疑說 你真的要出寫真嗎 就像個小女生要跳進你的攝影棚 對 我就先了解一下我拍攝的對象 然後跟他聊天 我相信他剛開始壓力應該滿大的 對 超緊張的對不對 對 可是後來我就跟他溝通中 可是我們這一次可能 大家溝通完以後 可能我們要到很冷的地方 他也說 這個是他想要的 我說那太好了 那就來吧 就走吧 一拍即合 對 所以我就說好 那就拍吧 那在這整個過程中 因為我知道好像第一次拍攝 老師是先把他帶到棚的內 要培養下默契 來問一下心情如何 很可怕 第一次面對天然老師很可怕 所以笑容怎麼樣 就很尷尬 而且因為棚內空間有點小小 所有的人都在看著赤裸的我 就很緊張 很緊張不能放鬆 但是這就是大師 大師就能引導緊張的人 慢慢放鬆心情 把最真的一面表現出來 所以我要問天然哥 在這個整個過程中 幾次的拍攝 你有看到圈圈的進步嗎 其實他進步非常地神速 第一次我們先在棚內拍 接下來就直接拉到飛海島 直接就去飛海島 對…第一天的時候 整個幾乎是沒辦法動 你問他 因為非常非常地冷 我們每次跟人家說 大家都不太懂是有多冷 不懂 因為我們是穿得包好好冷 它是只有一個外套跟裡面 所以其實剛開始拍的前一個小時 我覺得都還OK 可是因為都在戶外 就跟熱一樣 你如果一直晒會不會很熱 一定啊 你如果一直很冷 會不會越來越冷 是 所以到了下方 你問他幾乎是… 皮皮抓 臉幾乎等於是沒辦法動 好可怕喔 真的… 我記得有一個場景 那個場景我們是放棄的 為什麼要放棄 不是因為我有一個習慣 我一定會先去測試那個場地 是 才讓他下來 我一定會先走 包括我都會先走雪地 我叫他照我的位子踩 好貼心喔 因為那個雪一踩都到這裡 天啊 他有一次他自己就跑下去 整個陷進去 整個陷進去 我說不行… 你要照我的腳步走 是 因為他這樣才不會受傷 天啊 對…我們會先踩一個路給他走 對… 真的這麼深 到這麼深 對… 對不對 那你剛剛說那個場地 為什麼不能拍了 沒有 因為我自己下去 我穿非常多 對… 我動作不了 忍到完全無法前進 刺骨 叫做刺骨 大家能想像嗎 所以你們大概覺得這麼漂亮 其實這個過程是很堅強 還有剛剛他講的那個 我是說 你一定要給我拍 我說你一定要給我拍 坐在雪地說 真的不行… 沒關係 我說不行 你也要拍 我說不然我永遠都站著 我拍出來不能給讀者交代 難怪他說他屁股完全沒知覺 後來想了很多方法 對… 有墊東西給他 真的 不然完全不隔絕的話 整個下去真的是… 而且即使人接收到雪的時候 才會溶解 溶解的時候更難 好多小故事 它其實很多… 我知道其實從圈圈這一部 他是在他表演山崖很重要的一個里程飛 不會 我覺得他現在很好的 因為最後… 反正跟你講 最後一次拍攝的時候 我發現… 哇 怎麼突然間變這麼厲害 真的… 我覺得他拍照 我覺得現在沒問題了 太棒了 大家是不是想再測一下 一步順暢 他已經被天仁老師認定了 已經進步得很神速了 他… 他…